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肉饼蒸蛋 首先我们取适量的碎肉调味先 适量的盐 糖 料酒 最后放一点生抽掉鲜 你也可以上一点点老抽 但是盐要多加一点 再一点点水给它打开 这样打出点粘性才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肉里放些酱瓜丁 中色的小卤瓜 你密不到的话呢 可以用洋人的pickle 只是酱瓜啊pickle啊都有不同的味道 有甜有咸有酸 那你肉里的调味也要跟着调整 你也可以放些香菇丁或者什么都不放 拌匀后移入蒸盘 上点年纪的上海朋友都应该记得 以前食堂里都有这道菜 是放在大铁皮的那种容器里面蒸的 蒸完后打成一个个方块卖的 铺平 铺平 铺平后用勺子 按一个一个糖 你想放几个蛋就按几个糖 这样蛋打上来就不会滑来滑去了 鲜蛋 鲜蛋鲜蛋都可以 我用两个鲜蛋 两个鲜蛋 如果鲜蛋太咸 可以把蛋白取出一点 这样整整齐齐好看不 上锅蒸 水开后 中火 火不要太猛 30分钟上下 是肉的厚薄程度来定 可以上桌了 上桌前 我们也可以给它改改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